然後去理解 可能最容易發生問題的就是這個串接 其他我想都還OK 一個出池然後輸出 這邊中間會串一個那個換行符號 所以輸出的結果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就會是 1乘上 1乘1到9乘9 OK 另外其實在網路上你也可以查一下 其實還有別種寫法 就是說呢 我們這個中間 其實也可以用那個formate的方式 去給格式化 然後房間還有其他 也有別的解法啦 不過我是覺得用tap好像最簡單 因為這地方他就自動幫我格式化 然後排得非常整齊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用for回圈寫的 直接改成用什麼用file回圈 幫我整個再寫過一遍 可是呢我現在有一個條件 就是不要用file 不要用for回圈 我要把它改成file回圈 那要怎麼改 OK 所以掌握要訣 第一個 就是說呢 在for回圈裡面 他會有個初值 反正從這個 到這個嘛 這個很簡易的 可是如果用file回圈 e 告訴他出值 所以i跟j呢都是從1開始 所以i跟j這個你可能要先自己加這兩行 就是要給什麼 給i跟j的初始值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要把那個一樣把那個for改成file 那換我後面的話就不能是哪個range 而是要什麼 當什麼條件 會進入到回圈 什麼條件呢 當他小於多少 小於10喔 OK 比如說1 2 3 一直到9 9再來的話呢 9會進到 10 10就不小於了 所以跳離了 OK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的話呢這個條件一定要寫對 然後這一行也是一樣 Ctrl C好了 直接把它貼上 改成j這樣會比較快 OK 所以 好 這兩個會這樣沒有問題 初值要給 修改file 再來什麼 再來就是說 因為 那個for回圈會自動幫你加1 可是呢 在file回圈不會加1 所以怎麼辦 你需要在 這個回圈 執行完畢之後 幫他做什麼呢 累加的動作 所以 你可以打j等於j加1啦 不過簡化的寫法是j加等於1 這樣的寫法 j加等於1就是j等於j加1啦 不過這樣寫好像比較簡易一點點 好現在 再來的話呢 在 這個 這個是 j的回圈裡面 有沒有 j的回圈裡面 所以寫在這裡 那 i的回圈是寫在這裡 所以請你記得 在這個的下一行 i 等於 i加等於1好了 就是 i等於i加1 幫他累加一下 所以他的差別 1出值 2每個地方呢 都要幫他累加 好 這樣子 兩個原則 大概就差不多了 再來的話呢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理論上 應該是ok 可是會有個地方會有問題 哪裡有問題呢 請各位看一下 你要把他執行 執行完就 你想 有出來了 可是呢 問題只有 怎麼樣 跑那個 第1列 第2列有跑 可是裡面都空白 為什麼呢 其實有個地方 可能還要再改 哪個地方要改呢 關鍵就在j 追了 追哪裡有問題呢 你想說 為什麼只有跑一次 後面都不跑了 其實因為追是個變數啦 反正你就是加了1之後 他就1 下一個 2 3 一直到10對不對 那10就跳離了 所以追現在等於10嘛 那如果你下一次的話 跑到這邊的話 應該又是10 所以他要跳離了 又是10又跳離了 所以基本上 問題出在哪裡了 問題是你要把追怎麼樣 又從1開始 所以呢你應該把追邪在哪裡了 基本上要特別注意喔 當他已經 在裡面不能喔 你不能在裡面追 又等於他會混淆 請你在這一行 Enter一下 讓他 上一階 也就是當他這個回圈跑完之後 做一件事什麼 幫他追 又還原成1 不然的話呢 他一直都是10 他10就不會再回1了 不會回1 所以只有跑一列 後面呢 就不跑了 OK 所以這地方的話 關鍵 這一行其實 看起來沒什麼 不過有時候 真的會讓 很多人 卡住了 所以 那快要怎麼樣 用快要寫99乘法表 你可以在網路上查查看 好像 大部分都用4來寫 很少用快要來寫 主要原因是因為有沒有 這個地方這個是一個 追的快要回圈對不對 他一定會加1 他從1開始 所以進來之後他加了1變成2 變成3變成4 到一直到 變成追等於10之後有沒有 那他就會跳離這個回圈了 應該看懂這意思吧 可是你下一次說他又進來之後的話 理論上追應該要從 1開始 可是他現在這個值 如果你沒有變更回1的話 他是不會 自己變回1 OK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在他外面 當這個回圈跑完之後 我把他 又還原回1 可以了解意思 然後 從一開始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多這一行 要把他再執行 你會發現 他就會自動怎麼樣 幫我把最後的結果 給跑出來 所以關鍵的地方 這個地方如果從4回圈來改的話 主要 會有 大概 幾個地方 1出直 這個是條件 條件這兩個 然後在 這個下方加1 這個地方加1 這個我想做完之後 最後記得 當追跑完之後 把追裡面的直 改回1 這樣就OK了 我想各位試一下 這個 那其他當然後面 我們前面4回圈裡面有三角形 不過這三角形 行有餘力 如果可以的話 這個改得出來 我想 你可以用同樣的方式 去修改什麼 那個三角形的輸出 一樣可以輸出 OK 規則大概都差不多了 所以以後 如果你遇到那種 你一定要把那個4回圈改成 壞回圈的話 大概就遵循這幾個 原則 應該就可以很輕鬆的改得出來 OK 這個部分請各位試一下 而且 其實這個 原理原則 你用在其他語言也都相通的 你寫Java 其實也差不多 所以這些東西 以前教Java的時候 也會 寫一樣的 類似的東西 邏輯 只是說那個語法 還有那個說排的方式 稍有不同 其他都一樣 所以 我覺得這個程式 大致上都是相通的 只是說你會想說那乾脆用Java就好了 可是問題Java 在那個資料形態啦 或者是說 比較是 就是說在一些 程式的適用 於 那個大數據分析的這部分 其實當然還是 不是他的強項 所以 語言 都會有各自比較強的地方 所以我想 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你就要針對實際上的問題 使用不同的工具 有時候可能會比較容易一點點 有時候殺雞不用牛刀 但是牛刀 或者殺雞你不要用 殺 殺豬你不能用雞刀啦 反正就是用對的工具 可以讓你 處理事情 會更加的簡便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如何把那個 Fall的99成法表 改成Fall的99成法表